10月5日 香港《明报》引述内地消息指 中共火箭军陆续有高阶将领落马 并独家爆料 上任刚满一年的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洪少将 已在上月投案自首 正在接受调查 正式情况有待进一步核实 吕洪现年58岁 于2018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科研订购局局长 是时任装发部部长李尚福的直接下属 吕洪在去年3月调任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 半年后就调任火箭军装备部部长 今年还任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在中共对火箭军高层展开大清洗后 吕洪的前上司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消失一个月 近几个月来 火箭军传出多名高级将领被查 除了两任国防部长消失外 还有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政委徐中波莫名被顶替 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在家中自我了断 还有远程部队司令拒前生也被失踪 此前多方报导指 李尚福职长装发部时期的八名高级官员正在接受调查 除李尚福外 这一批被查的高级将领 包括魏凤和和军委装发部的两名现任副部长夏清月和饶文敏 还有海军北海舰队司令王大中 今年7月26号中央军委会装发部发布公告 着手搜集自2017年10月以来采购违规违纪问题的线索 独立时评人蔡胜坤认为 现在已经明确的火箭军的系统 装备发展部的系统基本上以大面积的清洗 这肯定不是单纯的反腐 我觉得这个反腐只是说为了干掉 所祭出的一张王牌 真正的还是对他有反心 或者是对他忠诚不绝对的人 尤其是在军队 他现在对军队 特别是对这些高级将领 是严防死守 最近习近平频频引申处处防范 此前有权威消息来源透露 这次火箭军高层被撤的真正原因 与习近平相信预言有关 习近平非常担心 过去几个中国古老的预言 预测宫廷政变暗杀的预言 会发生在他身上 他会死于刃上 政经观察家秦鹏认为 泄密 政变 贪腐 未战等 都无法解释 为什么火箭军的将领被一锅端 特别是火箭军是由习近平一手创建的 如果以反腐的名义全部拿下 等于打习近平自己的脸 只有一种合理解释 那就是他想破除对他暗杀的宿命 推背图著名的第46项 大家都知道 这是描写共情政变的颂约 由一军人身带弓 那当然不会是普通的弓箭 必然是习近平生长环境的 中共的这个弓 导弹或者叫火箭 所以是不是这个预言吓坏了习近平 他不顾一切的整股火箭军 甚至不可思议的搞异国端呢 我认为只有这个解释才合理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韩非 特别记者洛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